风华绝带赛金花这一出舞台剧 自开幕以来到现在是疯狂热卖 好不容易今天我们由 美国华人票房文化传播公司的戴琪 戴总裁把这一出舞台剧带到了美国来 戴总裁跟我们观众介绍一下 这一出戏会在什么时候 已经什么地方演出好不好 我们将在3月29号及30号两天 在帕萨地纳大剧院演出 这是我们在美国的首演 戴总裁也带了您现在身后 有非常多的美女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几位美女 是的他们这个剧组 就是为了感谢海外朋友 这个小胞大家那么热烈的支持 我们在赛金花的身边 有六位小官人 就所谓小官人 我们特别留了两个名额 给我们local地区的美女参加 女演员参加 我们这两场一共 我们在经过了几十个人的争选之后 我们挑出了四位 我们今天在场的四位美女 OK那我们的四位美女自我介绍一下 来 你好 你好 我叫徐曼 然后就是非常开心 能够有这次演出机会 然后就是刘晓清老师的影视剧 我也有看过 非常地喜欢 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演员 也就是能够跟她同台 我感到非常地荣幸 大概排练了多久呢 我想因为我们这个角色 可能相对而言 不会戏份会很重 所以说这一块大概是几天就OK了 那很好 来下一位美女 你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的瑶瑶 瑶瑶你好 对 我小的时候 四五岁的时候 曾经参加过风华爵的电视剧演出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缘分 然后又相隔穿越太平洋 来到这里 还能再续前面 我觉得挺好 非常荣幸 OK 那你的气氛呢 一样是小官人 对 我们是一样的 对 是在Do Master 然后我觉得这一次经历是一个 对我来说人生里边是非常精彩的一次经历 所以我觉得 因为可以碰到以后刘晓庆 对 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 没错 你好 我叫陈璐 非常荣幸这次能跟刘晓庆同台 我之前有很多的演出的经验 所以这次我想一定会演得很好 今天非常感谢戴琪戴总裁 带了四位小官人 由于两位会上台演出的小官人 来到我们的新闻现场 还有我们解释了一下 风华绝代赛金花 她的演出内容 以及她上场的演员有哪些 千万不要忘记了 在3月29号 以及3月30号 晚上7点 以下午3点 在派萨丁娜大剧院所演出的 风华绝代赛金花 在派萨丁娜大剧院里面